好啊 你不跑了 看你看得挺紧 他哪能跟你比呀 他还带着两个脱油瓶 要不是为了这房子 我才不嫁给他呢 师傅 你们怎么不穿衣服呀 你们没看见什么吧 我要去告诉爸爸 怎么不跑了 再追了半天 你信不信 我今天就打死你 想让我脱子去损 你 去吧 姐姐 你不休 而不休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平平安安呢 平时这俩丫头早就没上来喊饿了 可能 出去玩了 这大晚上的天都黑了 宜君 你家女娃娃掉牙底下了 你家女娃娃掉牙底下了 你看 明明 明明 明 玫瑶 小心吧你 玫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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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爸爸该怎么活 你小心 这悬挖这么深 兄弟击少了吧 女儿 碗瓜住上了 让开住上на 崩流 熟 bara来救你 你小心 你 妈妈来了 你醒醒 李姐姐 你说话 不够话 李姐姐 真说不了话了 是不是刚才受惊吓造成了 生了这么重 快送医院吧 快送医院 好了 歇会吧 歇会 我不累 你看我编的怎么样 编的真好啊 比爸爸手艺好吗 来 到爸爸这来 姐姐一个 妹妹一个 真好看 这平安寇啊 也是你们妈妈传下来的 寓意着平平安安 跟你们的名字一样 海总 您的父亲和妹妹有消息了 就在云场 平平 你在天上 跟妈妈团聚了吗 金言 妈妈给你编红绳了吗 应该 就在这附近了 哎呀老板 哦 鞭子真不错呀 给我来两根 哎好 这是保便宜用的啊 一共两块钱 这么便宜 你能赚钱吗 哎呀 赚啥钱呢 就卖点钱呢 这不家用 好嘞 谢谢啊 老话说 红绳宝平安 中秋快到了 你也带一个 谢谢 这边 你在哪买的 你们买了月面 杨阳和干舅舅 和干舅舅一起吃啊 出露的这么水凉 脾气还这么浪 我心烦了 诚儿呀 我可提醒 我杀了你 就能杀你爹 你要不想你全家死去 就乖乖听话 但舅舅 会成你的 来吧 你在哪买的 就在前面那个摊上 快带我去 小袋解开 喂 怎么办 别着急 霸道马车回去 别着急啊 爸爸马上回去 我家里有点事 你帮我看一下 好 刚才不是你啊 阿姨 刚才这位摊主去哪了 不知道呀 好像接了个电话 急匆匆就走了 您别急 我们在这周围啊 转一转 说不定就能遇上了 爸 是你吗 上哪儿去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做什么精神 你摆着这种除除可人的样子 不就是为了供应我吗 像你这样的死养子 除了我 没有男人会药 别不是好歹 知道 为什么找遍了云长 还是不见爸爸和妹妹的踪迹 也不知道安恩是不是还和小时候一人爱过 我们来这边看看吧 回来 这个死养子 不挺倦 今天 老子也霸王硬上钩 要死啊你 那我们要干这种事是吧 别生气 我不是想着 北水不要留外人田吧 哟 现在是嫌我老了是吧 那怎么会呢 你我 可是从小看到大了 不大 我告诉你啊 按照市政规划 这套房子价值又翻番了 等我把这套房子拿到手 你一分钱都别想要 别啊 这个糟糕 要不是你勾引我 我怎么犯这样的错误啊 今天打死你 等一下 我说呢 原来是你勾引他呀 小小年纪就这么不要脸 真是下界梯子 那老废物 不会知道吧 他一个哑巴都不会说话 能知道什么呢 啊 这家里老鼠药可常备着了 明白吗 嗨 解重点 还仔细点 放心吧 救大了 救大了 进来快进来 怎么了 安安刚才想姐姐了 我好不容易把她哄睡着 都是当年的事故 害得安安不能说话 还失去了萍萍 倒是这些年委屈你了 一直对她不离不弃的照顾 也不嫌弃她 我是她妈妈 她心里难过 我这心里更疼 我女儿 整天操你们爷俩 腰都累弯了 你可到 一天到晚拿不回几个钱 还让我们住这个破房子 你纯粹就是个废物 妈呀 我也没啥文化 除了摆摊摊靠点力气 也没有别的办法挣钱 对了 这是 这是我今天摆摊挣的 七八十呢 我当儿子 卫春生 一个月八千多工资 要我看呢 你们俩赶紧离婚 让她改假 妈 她哪可是兄妹呀 是 是干兄妹 又没有血缘关系 连法律都承认 你在这干涉什么呀 不不是那也不合乎伦理呀 我们娘娘都要饿子了 你竟然在这儿跟我讲大道理 我 我弟不懂 妈 你别说了 我不会跟李军离婚的 我这辈子就认准她了 就算要一辈子挤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没空调 没冰箱的 我也乐意 兰兰 别说了 等过几天 我就回老家 把老房子 和那几亩地全卖了 咱们 也搬大房子去 真的 真的 我一定让咱们全家人都过着好日子 嗯 您就是看主 如果凭你还活着 也该这么办 大叔 是你啊 昨天的东西不错 这不 我老总也想过来看了 买点回去送员工啊 好好好 随便看 随便看 随便 这么特别的手艺 您是在哪儿寻的 看我编的怎么样 编的真好啊 比爸爸手艺好嘛 是我死去的妻子教的 他说这种编法呀 特别结实 寓意呢 就是躺着圆圆 全家人永远腻在一起 我全都要了 啊 这 哎呀 姑娘 你这是太善良了 哦 哦 对了 姑娘 我看咱俩有缘呢 我再送你两个荷包 这上面图案呢 是我女儿绣的 是她姐姐交给她的 您还有女儿 本来有两个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免得影响你们好心情 啊 妹妹 喂 你怎么还不来呀 不是约了看房子吗 哎呦 我知道我知道啊 亲爱的 我马上过去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事 先走了啊 哦 对了 我平常啊 我光是摆摊挣钱 也会出力钱 干活 我给你留个号码啊 有什么事啊 你可以找我啊 我走了 谢谢你们啊 您认识李萍萍吗 您认识李萍萍吗 你小心点啊 谢谢 徐萍 一天之内我要知道他所有的资料 我们爱事的房子 那是最好的 妹夫啊 你就放心买吧 是挺好啊 可是 这得多少钱呢 我妹妹和干妈 苦了这么多年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就不该心疼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吃多少苦都没关系 咱们就买个二居室 你工作辛苦睡一惊 安安自己睡一惊 我和妈在沙发上对付就行 那怎么行啊 对啊 所以说 还是买个三居室 首付才一百五十万 剩下的 用他名字贷款呗 老房子也就能卖个一百多万出头 再加上这些年的存款 我最多也就拿 一百三十万 不对吧 我借的存款不值这个数 不得留个二十万 给安安当嫁妆呀 哎呦 一个小哑巴 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我的意思是说 住得好 安安才体面 而且钱还能赚吗 行 只要为了安安好 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 那你去前台 签合同付款吧 好 蠢货 首付他说 销售提成完整 到时候 我再操作一下 名字之心 你一个人 贷款还得他付 这个绿毛贵 哎呀 那真是窝囊 到时候呀 我就办一个 瞧签宴 当场离婚 把那个老废物 和小哑巴 扫地出门 海总 他叫李军 也没有两个女儿 但大女儿 坠牙下落不明 小女儿因为冲击 变成了哑巴 想让我断子绝尊 爹 冲击 他真是我爸 何夕坠牙那晚的事 我记不起 想办法做一个DNA比对 再确认一下 好的 这个李军 白天搬货 晚上做手工 很辛苦 幸好有他大舅子 时常帮陈 日子过得还可以 对了 大舅子叫魏春生 在咱们集团 做楼房销售 是吗 那提拔他做销售主管 当做是感谢的 他刚刚在咱们公司 买了房子 要举办乔迁院 您看艾总要参加吗 好啊 来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 周经理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任命书来了 你正式被艾氏集团总裁 任命为销售主管 真的 恭喜 恭喜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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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 可真能干呀 晚上回去 让你知道 你不能干 去你 哎呦 中文 感谢大家 还参加我的乔迁宴 今天呢 我要感谢一个人 要是没有他的付出 我呀 永远住不了这么好的房子 他呢 是我妈妈的好女婿 是我依靠的好丈夫 他就是 艾氏集团的销售主管 魏春盛 蓝蓝 你说什么呢 我才是你丈夫啊 呸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哎 就你这一身臭汉 想吧 老 你也没帮我女婿 这么穷酸的一个老费用啊 也敢觊觎潘金兰这样的人间游物啊 就是 嗨 大家都看看啊 一个呢 是卖苦力的垃圾 一个是艾氏集团的销售主管 谁才是家配啊 当然是魏主管啊 他可是艾总 亲自提拔他 得了艾总的赏识 春生必定一飞出天 可不是哪个玩意儿都能比的 你呀 识相点 把离婚行一签了 净身出户啊 净身出户 呦 我还忘了 还有你只艾眼的小残疾呢 一个老废物 带着一个小残废 这倒挺合理的嘛 你养了我老婆和我丈母娘这么多年 我也得围抱围抱你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给他通通嗓子 说不定以后就能说话了 你干什么 小脑袋 这小脑袋是点痛的 真不好了呀 爸 妹妹 是你 你说你好歹也是安安的养母 哪能这样折磨她呀 我可没有这种残废的女儿 赶紧签了离婚协议滚蛋 我的老婆也是你配惦记的 就你这个窝囊费 白白上了我姑娘 二十年的大好青春 真让你净身出户 那是便宜你了 汉家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亲自鉴定报告还没结过吗 汉家华爷 您先不要向任 这些年份冒数您家人 骗钱的都十几个了 谨慎点好啊 昏刻一离 但是房子是我买的 乔清燕的钱是我付的 要走 你们走 你买的呀 证据呢 我手机里有消费记录 可以呀 你得老年痴呆了吧 怎么手机都拿不住了呀 这 这 老队 守楼处 守楼处的电脑里 肯定有我的消费记录 哦 多警别 咱们守楼处 那个电脑里 能查到这个记录吗 哎呦 真不好意思 电脑坏了 赶紧查不到了 你 对 房产证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房产证 老东西 你仔细看 上面 只有 阿金兰 连女人的东西也强 你要不要脸呢 你们 明白了 守楼处处 一定是你做了手脚 说话 要讲正确 小心 我告你诽谤 啊 婚内出轨的是你 凭什么让我静下出户 把我的房子放开我 我去你了 少拿自己的脏手碰我 大家快来看呐 这个老龄王 要当中楼我老婆 真他妈 我看你啊 就是个废话 没事吧 还坐 别的女人身上扑 你看他生气的样子 也这么动人 我都有点心疼 你干什么 畜生 你干什么 你敢骂我 我要去 爱事集团 总不够你 你 你没鬼操作 休该操船就 我是爱总 经典的销售主管 谁敢管我 谁敢处理我 得到了爱总的青睐 就等于是像古代得到了上方宝剑一样 我们爱事集团上下都为为了我们把手势战 还想告状 看你穿这个破蛋样子 恐怕连爱事大门都进不去吧 哎 不对 这爱事集团后门 有个狗洞 老不死的 要不要我给你扯位置 你这就说的不对了 那狗洞是给狗钻的 像他 这样的虚仇 得从毛坑里钻出去 你是我的房子 我就不信 没地方处理 想要房子 就叹套 说上 你疯了你 你们可以瞧不起我 我认了 但是 绝对不能侮辱我的女儿 我告诉你 你要破坏了我的军规训 我我跟你没完 你个老不死的 敢对位主管动手 那可是对整个爱事集团的不起 我告诉你 给我小心点 我让你在云城做了生物 我要让你知道 你得罪的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是看 都买半切的人了 我怕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们 敢欺负我女儿 就不行 你个老东西 你是不怕 他呢 你干什么 送佛送找新 我今天 就帮这个小雅子 把嗓子给他彻底吞开 不要 出去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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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 这也不是 不要 这也太不通了 治不了病 三分钟之内 我要是还收不到 信息经历报告 就别干了 这个 不要 这个给你 这一定能要到病除 我要 求你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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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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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病 不要 我求你 我求你了 我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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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吃完 我都不要了 我只要完 我求你们放过他 放过他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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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至于让他受这么多苦 爸爸没能的 保护不了你 行了 那你签了吧 我可没功夫 看你们这出 妇女情深的狗血大戏 是啊 我们还急着给女婿赤住生殖呢 我的房子 老天爷呀 我前辈子 少了什么年呀 老东西 先不下去是吧 那让我来帮吧你 这他妈小雅巴还会拍裸照啊 你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 这么有料啊 要是给他送到窝国去 还成为电影啊 肯定能赚大钱 老东西 看清楚 皮肤怎么这么矮 你说你个老家伙 长得这么糙 这生的女孩怎么这么水呢 你这个青少 你等我女儿做了什么 皮肤 你不记得了 就是那天呀 再不牵 我就把这照片 发到网上 咱妈 想逃势吧 这后果 你承担得起吗 差承担得起吗 啊 我 我 我家 老废物离婚了 我终于跟这个老废物离婚了 这以后 我们家迎来的可是 隐人之下 破天权势呀 他有没有杀害你 就好 就好 我都已经签了 你看照片 能不能删掉 删除 可以呀 爬过来拿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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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看 抱一下 丢手 我 我都已经听了你们的了 为什么还不还给我 这么宝贵的东西 我怎么敢给你呢 这房子可是你的名字贷的款 万一你不还了 那我们不是要流离失所了呀 啊 我和金兰的艾巢 你可有暗月暗月的工生 你们真是太欺负人了 哟 你也算是个人呐 一只哈巴狗罢了 我可告诉你 你如果断工 这照片就会发动 往上的每个角 你这个老费 我已经当不成人了 难道你要你的女儿 也不做人吗 我没有完没出息 我抖不过这帮亲手 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 那我多谢 哎 老公 他怕你是情少呢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家的奴隶 一条不准刺牙 不准乱交的狗 这会咬主人的狗 可不是好狗哟 记住了 以后见到我 我就是老爷 这就是夫人 这就是太夫人 哎呀 老公 跟着老废物费半天话 人家这脚啊 都酸了 听到没有 夫人的脚累了 给它揉揉 个老东西 你见过有奴隶 站着伺候的吗 你装什么情告 别忘了 你的照片 可还在我们手上呢 好好揉 揉不好了 不准吃饭 你个脏手 也不得摸我的脚 夫人 束了 束了 他这手 只配摸你的鞋底 李逊真的是你父亲 把你的臭脚给我拿开 你算是什么东西 别敢命令我 你个贱人 你敢打我 我想打就打了 何须征求你的同意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你是买我五彩绳的好亲姑娘 这么心疼啊 你们俩什么关系 要我看 就是这个老男人 在外面的片头 你们在狗叫什么 还挺凶嘛 我看 这老东西 才是一条 在外面撒野狗 哎呀 这个男人 都能当你爸爸 你是怎么张得开门的呀 我说一个月 拿不回几个钱呢 整个半天 在外面养着个野女人 你们别胡说了 都是我的顾客 他是你的顾客 我看你是他的顾客 哎你 一晚上多少钱 你就是魏春生 你知道我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可是爱事集团 清点的 所以受众人瞩目 这个老东西 又脏又臭 你怎么也下得去嘴呀 我 给我一晚上 你 嘿 怎么说话呢 告诉你 给我男人多小 是你的福气 别不知好歹啊你 哎 这剑皮子 一看就是中口味 像我女婿这种人中之龙 哎 反倒不符合她的口味了 哎 姑娘 你是好人 别和他们一般坚持 别担心 我没事 哟 这你能我能 敢天动地呀 老色皮 她的年龄都当你女儿了 你怎么脱得像裤子啊你 啊 闭上你的狗嘴 你个眼睛 我给你脸了 我打的就是你这副攀高彩低 不知廉恥的嘴脸 你 老高 你要听我出气啊 你可知道 打的是什么人 我当时很想知道你们两个是什么神 她可是爱是集团销售主管的夫人 我心尖尖上的宝贝 你的心肝都是黑的 心肩上的人又能有多干净 你还厉齿的贱人 跟我作对 就是与爱是整个集团为敌 就是 只要爱走一声令下 我保证你 不能走出云城 犯不着你为我投费他们 别担心 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 讨回公道 我就是要欺负他们 看你个怎么样 公道是吧 嘴硬是吧 看不起我是吧 老公 小心手头 用这个 脑子有挨子 要得你命就合法 信不信我废了你 死贱人 你敢打我 董经理 看 这是爱是集团总裁 爱做 亲笔签署的任命书 这就代表着地位 代表着权力 今天 你们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欺负我一家人 你们也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我这你干嘛 我这我任命书 我的任命书 贱人 你找死 你知不知道 这上面 可有爱总的亲笔签名 这可怎么办呀 你敢撕毁爱总的东西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呀 铁张废纸而已 撕就撕了 你撕 你们先去医院 这边我来处理 别担心我 你们谁也别想走 你这个狂妄的贱人 你现在 就算跪下磕头 也没用了 今天你们的命 就留在这儿 天王懒子来了 你救不了你们 这是我说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断了你的生路 王秘书 取消魏春生的生意 将他和周静隆一起开除 永不路 我说 你是有病吗 一个陪男人睡觉的贱女人 还能有心认识王秘书 对呀 说不定他也陪过王秘书 王秘书是什么样的人物 那是见过大事面的 这种货色 哪说得了差的也 这看惯了高档货呀 偶尔也要换一换口碑 尝尝下做东西 娘 别管我们了 这些人 什么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他们既然为非作胆 那我就奉陪到底 我的命不值钱 只是 哭了我的姑娘 跟我一起受罪 如果再把你这好心人牵连进来 我良心何安呢 所有人均为平等的 当然 人渣除外 魏主管 这哪边都骂到你脸上了 难道你还能忍 堂堂爱是主管 连个贱货都处理不了吗 你是着此 你难道不怕 爱宗的雷霆之路吗 我引起的雷霆 只会披静天下独流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爱是集团总裁 我就是爱是集团总裁 你是爱是集团总裁 我就是玉皇大帝 你是孙悟空 我就是如来佛 你也逃不出我的仇掌心 这吹牛 谁不会吹呀 你可知道 冒充爱总的下场 你也太质疑了 你的下剑都刻在基因里了 你怎么可能是爱总 爱总刚从国外回来 爱是集团的事情 都是由王秘书出面处理的 也许就是他知道 没人认识爱总 所以才敢出来装 是啊 他满口破绽 还自以为高明 真是愚不可及 我刚刚给王秘书发了个信息 他一会儿不带人过来 心自抓你这个 抱 一帮处 姑娘 你快走吧 你的好意我领了 这些人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处生 别再把自己打进圈 这样 让这姑娘和安嫂 我任凭你们处置 我还能杀孩子 这事 你救不了我 当年 你从没有保护好平衡 如果今天 我对我的性命 能换回你的平安的话 死而无憾 知道 你是想帮我 可这事你帮不了 你快走 真是敢 老东西 或者小情人 我 我要掉点泪 啊 哈哈哈哈 四五八方尊重点 你说什么 爸 我是平平啊 平平 是我 我是你的女儿 李平平 我是姐姐啊 你还活着 平平安口 真的是平平 你好好的 你们 你们都在呀 都好好的 平平 算了 二十年了 妈妈 妈妈没有一天 不想你呢 啊 当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 怎么掉到牙底下了 那件事情以后 怕就不能说话了 不知道 是受了刺激 还是伤到了神经 去死吧 就是他 不用乱指啊 你居然有我的性命 非歇安安 不要说出实情 想让我断子绝孙 还是什么 真是一场 妇女相认的大戏呀 不过 就是你们知道什么 又如何 你们冒充爱总 就要被清算了 能把我们怎么样打了 我的地盘 还轮不到你们来定回去 真拿自己当爱总的 看看这一家子啊 你个老费我 一个子骗子 还有一个小哑巴 天生的一家人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一清算了 她还真以为 自己就是站在 人生巅峰的那位 她呀 困在白日梦里 醒不过来 帮帮她去 不呀 我是个热心长 我是要 帮帮她 你想干什么 她非要装 我要把她抽醒 打完之后 顺便把她滚起来 送到王秘书那儿 省得毁了这任命书的事 连累我们 敢打我 她是没死过 一家蠢国 还争先恐后的宋词 如果爱总知道了 我帮她处理了 帽牌布 说不定 我又要上千了 能做我老公的垫脚石 也算是你天大的福气 凭了这条老命 也不能让你们 再伤害我的女儿 老东西 我倒想看看 我抽多少下 能抽烂你这张烂嘴 好 住手 住手 王秘书 王秘书 王秘书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里有人冒充爱总 都怪我 这种事我都办不好 该打 真是该打 王秘书 敌人 魏春生 终于 能一懂您的方采了 你这个乔前燕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怎么 吃个饭 还要翻衣解代吗 这阴光里的牢 在那里闹的 我教训教训 是啊 这个无耻的贱人 他还冒出爱总 我老公 他也是为了爱总的演练 所以才出的手 是王秘书 我们也是的 怎么没收拾他呢 你带走那前 没人解决 王秘 我女儿 你是为了保护我才这样说的 你在被你骗小妻的份上 就别再追究了吧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看 他还死毁了爱总亲笔签的任命书呢 就是他 我们已经是拼全力保护任命书了 可这人太疯了 我拦不住啊 王秘书 我这 没了任命书 我还是主管吧 你这样的人才 做一个小小的主管 你不是委屈了 王秘书 这一天 铁拔两丝 是不是 不太合规矩啊 不过 以我的能力 那是完全能胜任的 爱总的公司小 装不下你这个大福 王秘书 您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这爱事 可是全国最顶尖的公司呀 你寻出了话 难道 冒充爱总的事情 爱总知道吗 都是他们 我 我现在就打死他们 闭嘴 对不起爱总 属下来时 请你责罚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一个冒充爱总的骗子呀 对呀 我 你怎么像 一群 雄鬼 狙奉啊 底属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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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哪里出错的 一定是哪里出错的 是你 就是你 是你用了下注的手段 收买了王秘书 这一定是误会 李军一个卖土力的废物 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当总裁的女儿呢 郭子 王秘书 您再瞧瞧 是不是看错 你 你 炒点放 这唯一不作伤的外类 平平啊 你真的是 爱事集团的总裁 是我 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人欺负 这些年女儿没有急消息 以后一定加倍补偿给你 安安 姐姐给你找了最好的医生 那以后你好了 我们又可以一起说说笑笑了 这不是我们的错 是你没有说清自己的身份 我们才做错的 我们没有责任 你一个野党 有什么资格让我跟你解释 我求求你 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老子 我妈 你 爹 你看在 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你就把我当一个屁放了吧 我叫你爷爷也行 我求你挨走 你 饶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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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我爸房子还诸首商人 去牢里抢我 爱总 不不 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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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求求你了 爱总 爱总 把他们弄的房产改掉 弄一套别墅 写我妹妹名字 是 这 不是 不会给你公司添麻烦吧 再说 安安 也不可能白要你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你的我的 对对对 都是一家人 哎呀 何必搞得这么难堪呢 你女儿已经给我爸离婚了 谁跟你们是一家人 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还不赶紧给你乖女儿道歉 那个 我也是 我也是被魏春生欺验了 所以才犯的错误 咱俩夫妻一场 你就原谅我这回吧 给我原谅我原谅了你 怎么对得起你虐待安安二十年 我我们父官 我一定好好对待安安 补偿他 你说这平性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在外面 那是多少苦啊 你倒是没少得安安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安安身上竟然没有一处好地方 是 他们举办的宴 不能让我爸付钱吧 走吧爸 走 别走 别走 哎呀 哎呀 你看还记得吗 爸爸带你俩去公园玩 这小丸当时才三岁 你看多可爱呀 现在也可爱 这个也是你俩 你看这个 这个当时啊 你俩非得摸着爸爸讲故事 结果我讲了一宿 你看这小旗袍穿得多可爱呀 小马库 爸 我怎么还有个娃娃亲啊 这是我跟潘金兰好的时候定的 男娃娃是他姐姐的叫潘金凤 潘金凤的儿子叫什么什么杜龙 婚是一定要退的 但是咱们跟潘金兰的关系 不要牵扯到别人 拎着林屋去吧 嗯 那里 穷衫僻壤的 你穿这身也不合适 也不方便 啊 去 给你姐姐找身衣服 嗯 那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啊 就是这儿 能找谁啊 大妹子 我找一个叫潘金凤的 和她的儿子叫杜龙 我们就是 咋了 是这样 大妹子 这二十年前呢 我闺女跟你儿子 定过一个娃娃亲 这事您还记得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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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哑巴 还想嫁给我的好大儿 你他是做梦的 你可是阿爸 about 傻 就你这种残疾 你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把晦气啵出去 以为我们家是垃圾收容所呢 什么残废都往我们家硬塞 不是这个丫头 是这个闺女 再说了 我这小女儿 她也不是残疾 他会好的 穿的可真够寒酸的呀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命里带龙 那以后可是要大富大贵的 可不是你们这种小门小户能够得上 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 工作嘛 目前没有 不过已经打好招呼了 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去城里高档小区 做保安队长 那么优秀 那怎么现在还没结婚 追我的人从这儿 还到了城里 我是看不上而已嘛 可不是啊 他要求高 再说我也得严格把控 可不能让什么不三不四 一穷二白的东西进门 好好好 不说这些了 来 这样 这些东西呢 你先收着 我也不能为了一点小礼物 就把我儿子交出去 这都是写什么呀 这个是高档的燕窝 送给你补身体的 这个是玻璃种玉石百件 玉璃平安健康 什么可爱玩意儿 人家都是送金送银 你们就拿个玻璃珠子 糊弄我呀 瞧你们穿着什么专样 那送给我呀 我都不想要 不过 要是你们俩 要把人送给我 我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大妹子 我向你是误会了 这次我们是来退婚的 什么 这样啊 咱们两家呢 好聚好餐 一步就不要来往了 走 你还可看不上我呀 你什么东西呀 你们家没钱买镜子 你总有尿吧 你也不好好教授你自己 要退也是我们退呀 轮得到你们去救我儿子 反正你也看不上我 在这争论什么 这是面子问题 要是让别人知道 你们退了我儿子 他以后还怎么做 对呀 让你之前追过我的人 知道了 我别在我哪哥呀 既然有那么多人追你 何必纠结这一点呢 我很好奇 真的有人追你吗 土你年纪大 还是土你不洗澡 放屁 你这个小女人 你走个球 男人越老越值钱了 你过两年 变成个老白太 你站在我面前脱挂了衣服 我都懒得看你一眼 我算看明白了 这家人啊 都是一丘之河 咱们跟他们说不了理 走 你们就这么走了 干什么 赔偿我一万块钱 你疯了吧你 作为我名誉的损失 或者跪下来 偷偷两个屁 说是我主动要求结婚的 不然的话 你别想走了 有病吧你 你当我家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别钱 我送你们的礼物 价值六位数 你们还不知足 你可别想顾弄我老盒子 我叫的是钞票 算了吧 别理他 别墅块装修好了 我带你们去吃饭 别墅 瞧你们这球寸样 还说自己家有别墅 你怎么不说 市里面最大的爱吃集团 是你们家的呢 是不是都跟你没关系 就是他手里那车钥匙 我好像认识 叫什么妹妈 是不是好像挑战 等等 这婚 我退了 你早就没挂 嗨 我呢 着急想抱孙子 这婚就不退了 是我们要跟你们退了 这次来不是跟你们商量 是通知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你千万一我抽你 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女德 你怎么这么年代的事啊 我告诉你 你敢扶我闺女你舌头 我给你闭闭 亲家公 你何必这么生气 这是他们两口子的事 自己解决 谁说你这名字 我还没闭闭 这女人不结婚 不生孩子 这辈子就白活 你可别等他老的不值钱了 再送给我 对啊 妈 这小姨子虽然是个残妻 但是我不嫌弃 把她弄到我们家 做个小的 还是不错的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强行别婚 我看你也快三十了吧 我都没嫌你岁数大 你倒是装上 你看你屁股小 她肯定不好生呀 你呀 我就好好活活活 知道啊 跟我生个大胖小子 对见了吗 没事 她不能生 她妹妹还能生 到时候要多不能生 再让他们一起滚 想什么呢 这两个老闻女儿 你们惦记什么 所以你没有儿子 所以你呀 做教我呀 这是个窝囊费 哎 你的家城里有房子是吧 我跟我儿子收拾收拾 以后就住你家 等你生了儿子呀 我还能帮忙带带 好事 好处都让你捞了 还想把我们吃干抹净是吗 都是一家人 分什么你我 如果这婚我非要 婚书在我手上 大不了我这老脸不要了 我到城里闹一闹 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做的 真是跟你这妹妹一样 耍不出来 出来怎么 我在我老婆面前 不要什么脸呀 哎呦 我看你 行啊 你们刚刚是要一万块钱是吧 我给你 平静 收了钱 这婚就是退金 不许反悔 一万块钱 那是刚才的价钱 现在我对你动了真心 得加钱 什么意思 我对你付出了真心 你却不要我了 我知道我的心又琢磨得痛吗 到时候我打个抑郁症啊傻的 那怎么办 所以你们必须得补偿我 我可就这一根独鸟呀 你要是有什么好歹 我可怎么活呀 我的老天爷呀 行了别在这耍了 要多少钱 一口价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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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行 我给 答应的可爽快呀 应该还有长假的空间 妈 妈 妈 你怎么样了 又怎么了 我妈知道抱不着孙子 一起支架 先口诊 你们要得补偿我 就为了这么点钱 你们什么招都使出来了 我的心脏呀 我的大胖孙子呀 一口价 买你们永远别来沾边 十万 这是最后的价钱 如果你们再贪得午夜的话 我就报警 好 从此我们一别两欢 再无瓜哥 十万 不能退 不能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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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不能把豆豉的富贵给丢了呀 十万块钱 够给儿子盖新房 哎呀 我的大闺女 这可是爱事集团的总裁 啊 总不能因为那十万块钱 赶得下 那的母鸡给扔了呀 你说啥 他就是纵横商界的爱总 对呀 真是冤家路质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们 哇 哎呀 穿这么破来退婚 我这儿媳妇 真是好手段呀 你改口还真快啊 谁是你儿媳妇 哎呀 妈 刚才那些东西都是真的呀 那也浪费了呀 哎呀 你要娶了她 那东西要多少有多少 爱事集团 这名字听着一点都不想念 改成 度室 或盘室都不错 大气 哎呀 哎呀 公司 是我女儿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哎呀 咱俩虽然离婚了 能不能当我孩子的姻缘啊 是吧 妈 是啊 你呀 面中注定就跟我们家有缘 难道 你还想跟老天走得不成 真是孽缘了 哎呀 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有话我就直说了 你这闺女年纪也大 这能不能生 她还是个位置数 所以这彩礼嘛 我们只能出一万 嫁妆吗 一套别墅 五千万现金啊 一分都不能少 真是贪得无厌 那好吧 哎 你把你那总裁位置 让给我儿子做 你就好好在家备孕 伺候我的饮食住 行就行了 你们欺负我 欺负惯了 今天想欺负我女儿 没门 走 哎 哎 去一边 走 你 干什么 今天有本事就把我压死了 今天有本事就压死我 你给我起来 哎呀 我告诉你 今天要么把这个事定了 要么就把我压死了 我就算是拼这老命 我应该给我儿子拼个前程 你这就是在抢抢妇女 哟 当初订婚的时候是你情我怨 怎么 你们说退婚就退婚呢 你 你个臭家门 当初都是你哄着我钱的字 再说了 那娃娃情能算数吗 凭什么不做数啊 我告诉你啊 这老天看着呢 你要是毁婚 你不怕天哪来批啊你 我儿子为了信守承诺 这么多年没有娶媳妇 活活成为一个大小伙子 熬成了中年 你们必须给我扶着 我看是你儿子自己娶不到媳妇吧 毕竟没有哪个人会傻到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只会啃老的巨婴 诶 都我们结婚了 我一定要你知道知道 什么是三处四得 屁话 大清早就亡了 怎么你们家还在用拨脚布拨脑子啊 那个牙尖嘴里的小贱人 我早晚再给你立规矩 少对我闺女耍微妇 告诉你 这份婚事必须退 哎呀 还要是集团打人啊 我这么少打你了 这个有钱人打我是个老婆子呀 哎呀 我们孤儿侮母呀 我和你去找 找人才不问你 哎呀 我一直把你放你妈也对了 你这不是真是我的家伙 是我的家伙 不嫁你也不嫁 这不是那是 你也投资过 能够嫁的就是比我惊战于杀 我也不听 小姨对我好 从来没有对不起你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他 放开我 放开我 静一下 你就安息些 让开 你咋这么呀儿子 我儿子以后孝顺你还不行吗 爸 哎呀 哎呀 我去你了 哎呀 啊 放啊 走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动龙 哎 这才不放开 我就给你兵了 都是自家人 你把什么狠啊 嗯 哎 哎 竟然在光天幻灵之下 提出强迫 还准人吗 他们早晚是夫妻 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区别 就是 这都什么年代了 别那么迂腐 只要我这一天 这门混事 我就不同意 老子今天就让你死 你要干什么 阻挡我的钱财 我就不能保证你活着厉害 我们这可是荒山野岭 我想干嘛干嘛 你们 还有没有忙他 哎呀 谈打喊杀干什么 和和气气的 这咱们安安息息坐下来 把这黄道吉日选下 成亲呢 就是嘛 哎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 大家正好一起热闹热闹 哎 这什么个病 你们所谓的热闹 就是用别人的血来暖自己吗 哎呀 这等你结了婚 你就知道结婚的好处了 这还有什么 比让男人暖被窝 更想服的呀 你当时的小时候 找了两个男人给你暖被窝 现在我爸跟你离婚了 另外一个男人下了孕 你倒是有时间来管别人家的事 你 你 你这个小贱人 我当初该把你摔死 小燕 别跟他废话了 这件事办不成 谁能不知道 严股大人 你不行脑袋给我开瓢吧 你 现在都不早了 多点办事了 我就算死到这 我也不会让你得选的 那我只有你的血 当成真心的结酒 别 别伤害我爸 你能说话了 我一招就说 医生说 安安本来就是因为心里阴影不能开口说话 现在为了救你 他能说话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了却了爸爸的一桩心事 太好了 好了 别演你们的轻轻大戏了 哎呦 今天平平结婚 安安能说话 双喜临门呢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哎呀 看看 谁能救你 乖乖救范 少吃点苦头 我告诉你 今天要是不把生米做成熟饭 谁也想你 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后手 算算时间 他们也该到了 小贱人 你给生徒我们报信了 当然是我 你们在这干什么 给我管出去 对不起安总 我来晚了 回事不晚 足够惩治这些非法制 妈 这么多人来我们这儿 这可怎么办 人都有什么 他们还能打我 这个老婆子不成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的家事 跟你没有关系 从哪来的滚打去 限制人身自由 强迫暴力钳制 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啊 但是你们敢打我吗 你敢打我吗 来呀 打呀 打呀 就是 我搞要怎么样 来 逗我一个试试 来 我岁数大了 我身体可怕 你们还真是刷新了我对无赖的认知 无赖也好 不要连也罢呀 这波天的机会给我们 我们得抓住了 看来我这儿媳妇是喜欢排面的呀 请这么多人来参加婚礼 那可不能白来呀 你们老板结婚 这不得抱点礼金呀 对对对 你们掉前眼里了吧 哎呦 这过日子呀 当然要紧打细算 这个我以后慢慢教你 真是欺人太甚 兄弟们 尽管动手 出了事我付权的 别别别 等等 小伙子们 这是我们家的孽缘 不好毁了你们的前程啊 还做什么 什么 怎么 还让我这个当婆婆的去掺你呀 你以后可是要做小的 这也没点眼力 今儿去伺候着 他这哥古代 这叫什么 偷房丫头 偷房丫头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哎呀 天塌下来 蓝油爹顶着 黄秘书 带着我的两个女儿走 我等着 叔 他们嚣张不了多久 啥 你听 之前我就报警了 要是没有点未雨绸缪的本事 我怎么配做爱怎么秘书 这 怎么办你都来 你侮辱女性暴力伤害 还勒索财物 恐怕你一时半会出不来 小贱人 你敢欠我 别怕 还有你小姨陪 那我什么事 我可什么都没干 你虐待了安安二十多年 他身上的每一处伤疤都是铁证 你恐怕要老底做穿了 姐 这可怎么办呀 都是你个盆仙货 要是你送用我儿子来硬的 他怎么可能去坐牢 华阿卿本来就是封建造谱 我本来可可欺欺来跟你们配婚 谁叫你们贪得无厌 本来退婚还有十万块钱 这下全没了 全没了 老天爷 我的十万块钱 围起来 爸爸呀 今天晚上给你做几个好菜 好好给你露一手 你来干什么 你们得给我养老 你是失忆了吗 我们既没有法律关系 又没有血缘关系 凭什么给你养老 好歹家人一场 你们就忍心看着我土白万家的老太太露宿街头啊 你不是还有大女儿吗 那你又穷又远的 我还不去遭罪 我们又不是渊大头 养不起你这么金贵的老太太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哪 都过来看一看哪 就是这一家的老心狗肺 他们想逼死我呀 我已经痛白半截了 还身体又不好 他们就想去啊 我让我自生自灭呀 你慢点说 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 我 他是我女婿 发达了 又抛弃我女儿 带着全世的两个孩子 抛上好日子去了 没了解了 抛弃妻母你还是人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跟她的女儿已经离婚了 而且她的女儿也犯罪进去了呀 就是他 带着全世的两个女儿 别手把我 把女儿送进去呢 听真狠哪 枕边人都能拍 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前妻的孩子也不是好东西 养不熟的白眼狼 哎呀 我那刚儿子 就因为说错话了 被他们连手给 一起弄进去呢 表演都出不来了 真独啊 把一家老小的送进去 那娘可怎么活呀 跟你们当邻居真恶心 赶紧滚 是他自己自食恶果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对啊 我们可都是本分人 哪能害人呢 你们就是怕我女儿 跟你们分家场 哎 救她 她是大公司的总权 是怕我女儿吃她一口饭 喝她一口水 我女儿啊 嫁进她家二十年 还心如不照顾他们 哎呀 最终啊 落了个凄惨的下场啊 人家照顾你们二十年 这不是见过杀驴吗 哪里穿得那么好啊 这个大老板 饭都不给人家吃 有钱有什么用 良心都被散慌了 不是这样的 哎 对 还有她 你 你干什么 她原本就是个哑巴 使我女儿整天背着她 到处看医生 再给她治好呢 打她的 会云霄啊 你们看看啊 后妈都当成这个呀 这亲妈有什么区别啊 要不是你后妈 你现在还是个 不会说话的残疾呢 真是丧尽天良啊 胡说八道 这二十年 他们一直在虐待我的女儿 当初我的女儿 就是因为他们才哑的 你快拉倒了啊 大娘年迈起弱的 怎么虐待你女儿啊 她这么可怜 肯定被你们欺负了二十年 没有 你们不要听她的 你说我 你身的病啊 看病 身上 我都得看她的眼色 我 哎呦 那病好苦啊 什么时候要看我眼神了 你不能撒谎啊 大爷 其实了 那是挺撒谎吗 这样啊 大家来 咱们把手机掏出来 哎 他们啊 给他们曝光了 他们公司倒闭来 嗯 我没有 我没有 别拍 别拍呀 真没有啊 你不要相信啊 别拍 别拍 不要 别拍呀 这二十多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都怨我 都怨我 被他们蒙混了二十年 你受了多少罪啊 都过去了 我不怪你 我只怪那些 贪图钱财 也会做见人民的势力 这都是你后妈干的 后妈虐待我 但舅舅欺辱我 她在一旁围虎坐车 装聋作业 我凭什么给她养了 长大二十年月代 坐那是个娃娃就开始了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 那确实该送进去 我们冤枉了这家人 送进去 不不不不 这都是他们干的 我 我真的不知情 我 我 你每天都待在一起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说 我这 耳朵也不好使了 这眼睛也不行了 我 我真不知情 要不然 我上你们家 给你们当下人 给你 手背 给你捏脚 我弃他们 赎罪 好吧 看来她真是胡思亏 她这么大岁数了 当下人 不太好 你们就原谅她吧 毕竟一把年纪了 现在是谁年纪 大学有理是吗 我 我错了 你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什么绑架不绑架的 带我去 好过认网 不是 她 你们凭什么替我原谅她 不是 行了 别磕了 我们给你养 平平 如果你给她养老 那 这二十年的虐待 岂不 放心吧 爸 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的 你确定要我们给你养老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 要劳无所义 身体又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收留吧 好吗 收留她吧 行 我不光给你地方住 还安排专门的人手照顾 你觉得呢 你不会收我的钱吧 我全权负责 你分文不出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啊 对呀 这才是年轻人 该有的担当 这个都是人证啊 你可不许反悔 放心 肯定给你安排的 妥妥当当 这怎么没人呢 你不是说 安排人伺候我吗 别急 就在前面 我可告诉你啊 我一日三餐 我都知道 你可不能拿 萝卜白菜糊弄我 不然的话 我就到地址 闹你去 到了 不对劲啊 这也不像正常住宅样啊 你不会是 弄个凶宅来助我吧 怎么会呢 我还希望你健康 长寿呢 你们是什么人呢 这是全封闭 杨老远 以后你就在这 孤独中了 今天我们三个呀 简单打扫一下 趁着明天中秋节 好好祭拜祭拜你妈妈 正好告诉他 姐姐回来的消息 对 大哥 大哥 要走 你们这是干嘛呢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还有脸回来 别打误我们一俩干活 大哥 这可是我媳妇烦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二叔 这地让别人看上了 咱们李家村每户 能分十多万 别在这儿上 都算开发 也需要通知亲属 亲自签分 你们怎么能擅自处理 就是 就村里要发展 我不拦着 但是这是我媳妇烦 你们就得通知我一事吧 一个外星的婆娘 有什么要紧 绝了就绝了呗 要走 你个小兔崽子 怎么说话呢 那是娘婶 她就是个 生不出儿子的女人 算不上 我们李家的媳妇 怎么能不算呢 那也是我八台大叫 明媒正确取经门的呀 现在李家 就我们要组 一根毒苗 你 可别耽误她发财 她个短命的 生不出个代伴她 反正啊 也是个见不了 祖谱的女人 大哥 咱俩再商量商量 你要还认我这个大哥 就给我让开 明天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我们爷三个 祭奠完他之后 马上前走 两天 就两天时间 过完中秋 马上前 行吗 正好我也累了 你去准备一桌饭 我可以考虑考虑 好好好 走走走 走吧 还没好 想饿死我们呢 快的 快点 这火怎么还没生起呢 真是废 我让你们女王 都是没有用的人 你 你什么你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妈的粉给绝了 不 这块好了 你再稍等一会儿 快点快点 好好好 可可 咱这个乡下条件 虽然差了点 但是这菜 都是自家种的 没有能要的 对 这都什么呀 还不如我们家狗吃的好呢 这自然是跟你家没法比 你尝尝这鱼 我早上先捞的 你尝尝鲜 来尝尝 回来儿媳妇 知道委屈你了 这等新开发项目一签约 这妖族就有钱给你买新房了 你也能拿着签约单 回公司零省心不是 那你们就抓紧点 要的要的 来吃菜吃菜 对吃菜吃菜 来 吃条鱼尝尝这个 大哥怎么样 饭菜还可口吧 你们就吃这个吧 一口都没给我们淋湾 这不是给你们留了一口吗 你们这种没用的人 也就只配着吃剩菜 我们辛辛苦苦给你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没有要求你们等我们吃饭就算了 好歹给我们留点菜吧 我儿媳妇 可多金贵 这饿坏了 给你弄负责吗 你们什么当时呀 也配合他在同一桌上吃饭 我平时是不吃这些廉价的东西的 今天觉得新鲜就多吃了几个 怎么 让你们吃剩菜 委屈你们了 不不不不不不 不委屈不委屈 那那个 我的去坐这儿啊 爸 我们家粮油米面不要钱吗 不吃就给我饿着 可可是爱事集团的项目经理 能吃他的剩菜 是你们的福气 爱事 这同样是女孩 有的就出来拔萃 人家年纪轻轻 就做上了爱事的经理 这有的呀 就只是赔钱货 就只配吃这剩菜 这次咱们搓这块地啊 就是爱事开发的 可可是负责过来签约开发的 全村发不发财啊 可就由可可捏着呢 响 那么优秀啊 那会看上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配不上他呀 是我们家高攀了 但是我们家要组 可是全村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 那就前途无量 咱们家呀 面积最大 预算 能分到个几百万吧 到时候 绝对不会亏待了可可 咱们解释那么多干嘛 浪费时间 我睡前要洗澡的 你们两个 去给我烧洗澡水 你是在试唤我吗 是啊 就是试唤你 怎么 伺候我 你们应该倍感荣幸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我去烧 我去烧 才不要你这个又老又臭的东西去烧 你把酸气传给我 你 去给我试水温 要是敢烫到我 拿你的手指头赔 你 我不去 不去是吧 要躲 扛上管车跟我走 今晚 就要那个臭娘们 变成不回 也不回 大哥 孩子之前 你这 我们烧 可可可小姐 请您回屋 敬后 你的手是死的吗 想烫死我 对不起 你想动死我 你这个死贱人 听不懂人话吗 我知道 你就是羡慕我 长得比你漂亮 工作比你好 我没有 装出这副可怜模样 给谁看呢 看着就叫人心烦 不给他点教训 他不知道怎么伺候人 你不怕出人命吗 正常人憋气一分钟 是死不了的 他要是死 就是他活该 少跟我吹鼻子瞪眼睛的 今天懒得收拾你们 还不快给我烧热水去 没看到水都凉了吗 好 你等着 怎么了 怎么了 用他的叶子煮水 轻则可以引起搔痒 重则浑身起红疹子 正是给可可大小姐洗澡的好东西 他会不会发现啊 他身骄肉贵的 赶到农村水土不服 不是很正常吗 我去找工具打扫一下 妈的木豪就没收拾了 好 媳妇 你放心 我们都挺好的 关键事啊 萍萍找回来了 你不用担心了 妈 您在天上看到了吗 他看到什么我不知道 两个不吃死活的剑 我都是看到了 把他们按住 把本里的剑 破扬灰 大哥 不是说好了 过了中秋节 马上签走吗 我说的是考虑 我可没答应 这个破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文处 把我咬成这样 我今天必须签约 马上回城 我只想 让孩子的娘 安安稳稳的 过个中秋节 过完了节 马上签走 因为你一个人 全村都在等着 你多大点 我们李家 就说你最没出息 娶了个短命的婆娘 没留下李家的主 还好意思 带两个赔钱的东西 在这讨价还价 就是 要等我们大家挣钱 因为一个贵气 让我们整个家国 你要是惹了重怒 可别说我这个当大哥的 救不了你 哎呀 我没说不天哪 就如一天 就一天 我可没公布等你 要是文处 再把我摇毁容了 你赔得起吗你 打让我的心肝宝贝瘦 小心我这个晚辈 动手 中秋是节假日 没有今天必须签约的道理 我就是道理 爱事集团就是道理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 你们 只有服从的方 据我了解 爱事的集团文化 是尊重每一个备收购方 你了解个拼啊你 就你们这些下等人 也配谈什么尊重 我只是希望我媳妇能安安稳稳的过了这个中秋节 别大过节的再颠沛琉璃被刨出来 你就是要当老师的财路是吧 今天这个本老师刨定了 让你全家都不得安稳 我媳妇是啥人你们都知道 他活着的时候谁家有个大事 小青他忙前忙后出钱出力 没少帮忙容易添惨吗 是啊 老李媳妇活着的时候 人真不错 对嘛 你这中秋节绝坟 是有点不太好 可可 大过节的确实有点不太好 要不咱 明天再来 李耀族你犹豫什么 一边是我和爱事集团 一边是那个短命的贱人 你在哪边 对 啥子还有那个死人呢 李耀族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别忘了 这村里埋的可是你亲二婶 我这是没少曾 你三次那年发高烧 你二婶背着你 跑了屋里的山路 到医院去打掉瓶 要不你就病死了 小时候的婶 谁还记得呀 那是我们李家的江湖 不大命大 就可没有那个臭婆娘 一样可没事 再说 再说 我儿子生病 没准就是因为贵些东西弄的 是啊 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 今天要是再不签约 我马上就回城 儿媳妇 你别生气 不要为了这一家子不开眼的蠢扑 为了我们的情业 是啊 耀祖 没看见我儿媳妇不高兴 还不快表示表示 各位 这地如果成功开发的话 我们大家都拿到十几万 十几万呢 是咱们这十几年地都挣不到的呀 要不是我儿子 赚赚 进城 认识了格格 你们能有这发财的机会吗 要不是李耀祖啊 我们全村 现在连一日三餐都在筹呢 我家 还等着这钱 不差这一天吧 身为李家组长 我劝你们 考虑清楚 是跟钱过不去 还是跟土东过不去啊 妈 我从没听过有什么项目 非要今天签订 你这分明就是刻意刁难 我可是爱事集团项目总管 我想什么时候签 就什么时候签 可可想做什么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之一啊 看看 人家年纪轻轻 就已经坐上了爱事的领导 不像你们 只能在城里打工 这就是云你之别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项目合作 就必须要遵守规章流程 那些都是用来限制废的 等你到了我这位置 就知道 什么叫权势之下 随心所欲啊 可可 像他这种 不成器的贱人 一辈子 也达不到你的地位 哎呀 我说错话了 他命里卑贱 永远 只能是个嫁人 你们这样无赖 就不怕被告到爱事总部吗 哎呦 我好怕呀 我怕 你们被保安 打断腿呀 就你们这副寒酸样 也妄想见爱似的大门 人 就该各资其职 我赚我的钱 你们就捡捡垃圾 活的就好了呀 我看啊 他们就是挣着收破烂的钱 操着亿万富翁的心 真可笑 哎呀 赶紧的吧 连都临死了 对 赶紧快动手 别把我儿媳妇临病了 到时候你们谁都分不到钱 哎 我看今天谁敢动手 家族大事 还轮不到 你跟女人差 你们挖我家的坟 争我家的地 还在这里擅作主张 李娟 这就是你教育的女儿 我怎么教育女儿 不关你事 我说你是个废话 年轻的时候听老的 现在连女儿 你都管不了 你还配做男人吗 要是你女儿呀 像可可一样优秀 也就罢了 可偏偏 是两个不知好歹的废 戒指 我看这男人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你们不也是女人生的吗 凭什么瞧不起女人 这娘们生孩子 本就天经地义 难道 还让我们感恩戴德 我看 你也没结婚生孩子 可见 你就是个废中的废 女人的意义 从来都不只是生儿育 我们的生命 由我们自己决定 真是振奋人心的发言啊 可是我觉得 只有有权力的人 才可以掌控别人的人生 比如 我 可可 我现在就给他个教训 你干什么 你没权处置我们 我身为李家组长 就有权力教训你们这些不孝的子孙 你们 你们太不讲理了 你们连和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还想讲理 你们不过是虫子罢了 想踩死就踩死 人难道会跟虫子讲道理吗 我劝你们立刻离开 否则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 最硬的贱货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狂到什么时候 请架法棍 我们做错什么了 要架法处理 藐视家族 自然要受到惩罚 现在就从你这个嘴硬的借货开始 来人 干什么 放开他 跪下 放开他 是我来 别急呀 会轮到你的 今天要选动我 并让你们整个李家村付出代价 背叛家族 阻拦族人财路 是不忠 拧撞族长 藐视家 也是不孝 今天就算是祖宗 活过来也救不了你 走开 我自己的地 自己的坟 凭什么要你们的做主 你家的地 你身上要不是流着李家的血 你也可以踏上这片地 给你个机会 亲手刨了你婆娘的坟 我们还能给你个机会 这么大的雨 这说明我婆娘心寒啊 她的心在哭啊 那就是你自己找打 给我打 打呀 爸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这不还没死吗 就赶着过来哭丧了呀 啊 烂用死刑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在这里 我就是王法 继续打 别打了 别打了 现在知道姚伟起怜了 可惜 我还没打过呢 没打算停手 再打就出人命了 想要我停手也可以啊 叫那个嘴硬的 过来给我磕头 我给你磕头 别打我磕 你算什么东西 他不是很狂吗 我就要他给我磕头 叫你啊 没听见 还不赶紧滚过去 他是不配 不妨告诉我 我背后 是整个爱事集团做靠山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的不为我 在爱事 一人之下的 只有王秘书一人 你居然还认识王秘书 他可是我亲家 空口无品 你叫王秘书过来 就凭你们几个臭鱼烂虾 也配让我舅舅亲自过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不是冒充的呢 我身份尊贵 其实你们几个空口白牙 就可以污蔑的 可可 我也没有见过咱舅舅 不如你把他叫过来吧 我们也好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招待他 是啊 像他这样的大人物 我们也想一堵风采呀 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把他喊过来 可可 你这个身份 该不会真是假的吧 你们 你们居然相信那个贱人 好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舅舅 你们就等着 错步杨辉吧 可可 你别生气啊 我也是想找个机会 给舅舅表表孝心 是啊 我这不正准备 领到婚礼呢吗 我也想见见亲戚 你们还是相信那个贱人 怎么会呢 我还想拿着项目款 给你做彩礼呢 为了表示我李家的诚意 我现在就表明立场 还不赶快 把这几个不孝的子孙 给我处理了 走开 滚开 都别过来 我说你一把岁数了 还这么自不量力 我看他就是嫉妒 见不得大家发财 见不得我娶了个 全是通天的好媳妇 好说好商量 就是不行 谁得把人都此路上逼啊 穷人连活着都不配 要什么活路 你们要是现在立刻离开 我还可以放你们一门 若是再继续苦苦相逼 我定会一分钱都不给你们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卑微的戒指 怎么打得了我 愣着干什么 你一个老废物 这把卷吓到了 你也是有爹有妈的人 怎么说话这么恶毒 你居然敢打我 你的脏手 你敢打我宝贝儿媳妇 找死 我记得给我打回来 滚一遍 好啊 那我就先拿你开走 你干什么 你们放开 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心关心别人呢 好好看戏吧 既然是中秋 怎么能不吃月饼呢 乖 把此处蒸大点 吃 我不吃 吃 这加了料的月饼 他吃着应该会很香吧 不是 求你 你不要这么安 这你就知道心能了 你的女儿还在我手上 月饼都被你妹妹吃了 那你吃什么好呢 不如你就喝点天上的雨水吧 就是啊 要怪就怪 你这妹妹 太长了 是 不要 不要 哎呀 行了 你们爸爸 我真名了 不拦着了 不拦着了 求你们 不要再折磨 我的两个女儿了 都是一家人 如果你早这么听话 我的两个侄女 就不用遭这么大的罪了 他娘 我无能 我护不住你的爱上 保护不了那个女儿 我该死 不是 爸 我该死 看你起来 爸 爸 不怪你 都是这些人 为飞速的 我看怎么还有人不服呢 你仗着爱事集团 在外面作威作福 就不怕遭报应吗 不是啊 这女人是不是智障啊 都说了 王秘书是可可的舅舅 谁能制裁得了 我已经给我舅舅发消息了 等他来了 就知道 谁是被制裁的那个 没想到王秘书踏实肯淡 他的万生女竟然这么没有教养 你说谁没有教养 你妈的坟在这儿 我看你才是那个 有妈生没妈养的健庄 对不起 要是我早点亮出身份 他们就不会欺负你 他们也不信 我不怪姐姐 我只怪他们这些 肇事欺人的坏人 亮身份 你是剪破烂的 还是 出具卖的呀 雨越下越大了 你的福气也到头了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身份扳倒我 我就是爱事集团的总裁 李平平 李平平 你别消耗的时候 能不能做做功课呀 爱事集团总裁 那是见爱的 一个没娘养的健庄 居然还敢自称 是我舅舅的老板 全国顶尖集团的总裁 真是痴人说梦 我已经告知了你们 我身份如果再不依不扰 休怪我斩草除根 你妈的死你都保不住 还敢说斩草除根 我好怕呀 这是什么中秋节小节目呀 我看是我近几年看到 最好笑的小品 你们家不仅求 还诈骗 这就是你们家的家风 我真的没有说谎 我的女儿是最优秀的 哎呦 我说老弟呀 你是不是想起来想疯了 来来来 大家都敬总裁妈妈一个 上好的男子调 大家都来撒一跑 别让总裁妈妈渴账 你要做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侮辱一顾之人 是要做雷劈的 哎呀 有本事 让天生都雷劈我呀 既然你二叔拦着 就尿他身上 反正在城里呀 他一直当垃圾 让他喝个够 我劝你们立刻收拾 凤刀的王秘书来了 就再也没有斩滑的余地 开玩笑 我的亲舅舅 难不成会像着你吗 我现在让你好好尝尝 什么叫做阳刚之味 谁敢放肆 谁敢放肆 舅舅 嗯 你可算来了 这里怎么闹哄哄的 喊我来 最近什么事 舅舅 我是药组 可可的未婚夫 李家村开发的这个项目 马上就要签约成功了 是啊亲家 为了你们公司 我儿子可没少出力呀 你这句亲家 叫得太早了 这不是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等项目款拿到了 我就可以给可可 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 绝对不会委屈了他的 我以李家族长的身份表态 可可嫁到我们李家呀 肯定会当宝贝一样供着 哎 这事 还得怕父母做主 舅舅在上 外甥女婿给您磕头了 哎呀呀呀 倒也没这么快 来可怕 舅舅 你就接受他这份心意吧 这么着急叫我来 究竟什么事 就是他们三个贱种 阻碍我开发项目 还欺负我 就是我们李家的几个不孝子孙 我已经惩罚过他们了 可是他们嘴硬得很 这 这所以 你可千万别怪我们啊 舅舅 做完开发 就是饺子 我和可可的婚礼 你可要狠狠地惩罚他们呀 就是啊舅舅 我可我也去了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王秘书你外甥女好大的威风 贱人 还敢叫嘴 你给我闭嘴 舅舅 你打可可干什么呀 这 这是那个贱人招查呀 你 快东西 为你害死了 舅舅 你怎么像这贱人那一家呀 一定是我们项目耽误时间了 人家亲戚都不高兴了 对对对 爱是集团这种大公司 最讲究效率了 是咱们工作做得不到位 舅舅生气 是应该的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是我不中意 要不是他们阻拦 合同早就签了 之前看你是我二叔啊 我还进去呢 现在 你惹得我舅舅不高兴啊 你就是叫我二爷都不好 真是无药可救啊 像你们这种败类 还留在我们李家干什么 我要将你们竹出李家 光竹出去还不够 得每人打断一条腿 蠢货 还看不清形势啊 可可 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打断他们的腿 就先从那个嘴硬的开始 舅舅 想找死吗 舅舅 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难不成 您想要他们的命啊 他们就是垃圾堆里的蛆虫 要他们的命 有什么要求的 就是啊舅舅 有爱事集团给我们撑腰 有什么事摆不平啊 嘴 对不起艾总 是我教育无方 让您受苦了 舅舅 你怎么给他下跪啊 他们呢 就是家族里头最没出息的 哪次都不会过 这点是要扯吗 就不用搭钱了 嘴 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爱事集团给做烦人 什么 不可能啊 李军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生出这么有出息的女儿啊 横唐爱事集团总裁 怎么会是个女人 决定职位的 从来都不是性别 这一定是搞错了 舅舅 你跟我开玩笑的 是不是 李军还不跪下 我不知道是您 您不能怪我呀 旁边 咱们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 不应该自相残杀才是 我们曾经是一家人 不过你的父亲 刚刚已经把我逐出家门 哎呦 那都是开玩笑的 那血缘关系 咋能说断就断了 行啊 你跟组长 我的血 已经撒到李家这片屋里上了 这样的亲戚 我就挂了 你打我父亲 侮辱我妹 现在说算就算了 唐妹 都是堂哥不好 都是堂哥的错 堂哥给你道歉 都是一场误会啊 唐妹 行了 闹句我也看够 大家清算 唐妹 你看 我们都知道错了 你要是不依不饶 这太过分了吧 对啊 这祖宗们 可都在天上看着呢 你可不能 胳膊子往外拐啊 如果祖宗真的在看 那他只会恨后辈无能 犹如祖宗 嗯 王秘书 在 把项目停了 李村 永不开发 那咱们还能分到钱吗 分个屁 这几千万的项目 全没了 全没了 那我的婚事呢 要不是这个百家娘们逼我 我也不至于 做得这么全呀 什么家法棍 都是封建糟粕 联系相关部门 好好延传 是 你的外甥女不是很有出息吗 把她送到非洲利用 我不去 我们公司都没有非洲分布啊 从今天起 有了 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我去了 岂不是吃苦吗 我不去啊 永不得你 穷山恶水 确实不配做我妈的安寝之地 安排最高规格 为我妈千分 是 妈 你再也不用受别人欺负 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嗯 嗯